无人机在夜幕中发射升空 伊朗官媒释出最新影片 公开展示军队如何报复以色列 挑衅小动作不断 以色列当局怒火难以遏制 伊朗空袭等于当众羞辱以色列 国际希望以军能够吞下这口气 但以国战时内阁却马不停蹄 沿逆反击行动 最极端甚至还可能锁定这个目标 美国鹰派官员担忧 伊朗境内核子设备恐沦为攻击标靶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也在记者会上敦促 以色列与伊朗双方保持理智 专家沙盘推演以军可能反击 结束攻击行动的伊朗 则是警告以色列若再度踩到红线 后果自负 中东局势紧绷 北京当局持续敲边鼓 中国外长王爷与伊朗外长通话时 力挺伊朗拥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还称中医双边为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见缝插针扩大地区影响力 美国却反常急忙撇清关系 ABC电视台报导美国总统拜登在与纳坦雅 的通话中明确表示华府不支持反击 避免战火外溢 专家评断 以色列如今陷入是否反攻的矛盾 若继续无视国际压力 只为了满足少数政客利益 强硬反攻 就连美国这个最亲密盟友 也将选择冷眼旁观 三连新闻系统报导